Hello 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SS91 92 93这三款产品全部都到手了 非常的开心 好久没有做变形金刚官方的产品了 而这三款产品正好也是近期比较重磅的产品 所以说接下来我也会按照顺序一一都给兄弟们做视频 今天肯定是先做这款SS91变2的L级别 堕落金刚了 这款产品我也是等了非常的久 320块钱某多多吃蟹拿下 来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毕竟它这个可是全封的 还是有点神秘感的 官方现在都喜欢这个样子 把一些配件就直接这么环保的形式给你包着 挺好的 这个拉肚子的时候还能够用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头盔了 兄弟们来看一下细节 不得不说 你看这个细节包括涂装 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细致 然后呢它是软胶的材质啊 然后正面呢就是它的人形主体以及武器拆分成了两个 哇哈哈 它头盔里面这个头啊真的是好猥琐 但是非常还原哦 咱们赶紧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啊 首先要先把这个背部的这个背包位置的一个部件给它装上去呢 可以看到各种的凹槽跟凸起 咱们就给它扣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上方啊 你要捏紧一下 它就会非常紧实的 这块是扣得非常紧实 你看完全不用担心会掉了 然后这边球形关节跟手臂后方的这边卡扣给它扣紧 然后呢就是这个头盔的位置 咱们直接就跟套头盔一样 给它扣上去 那这个样子 这款堕落金刚的人形就已经出现在咱们的面前了 360度给兄弟们旋转转一下怎么样 这个人形的美形度 打个9分以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吧 兄弟们可以打个分数啊 我个人是相当的满意的 无论是身形的还原度 还是这一次的涂装 包括细节 甚至是一些偷胶啥的 哎呦难得啊 官方没有在这款产品上用上大量的偷胶 当然它已经够瘦弱 再偷胶就过分了 总之呢这个人形 整个的完成度方面 还有细节呈现方面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不知道兄弟们觉得如何呢 那么这款堕落金刚到头顶的高度是23.5公分 这边拿出了SS的V级别的擎天柱 还有威震天放在一起 比例还是非常合适的 再拿出SS的天火擎天柱放在一起对比 哇塞 连天火擎天柱啊 你看也是矮了一个头 这个尺寸想想可以啊 可动性方面 首先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活动范围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兄弟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这个头部的细节 包括涂装方面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哇塞 活灵活现啊 然后呢 把这个头给它拔掉 就会看到它内部的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 被秦天柱干掉之前非常猥琐的一个真实的 它的面部的造型 这个嘴巴还是可以张开来的哟 啊 如果这边再有一些什么血液啥的 就真的好像要临死之前 哦 铺接的那个样子了 哇 这个造型啊 也是非常的传神啊 并且细节刻画好不马虎 这次手臂的可动呢 如果你连接这边背部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的可动性就比较糟糕了 而且呢 稍微一掰一下 你看 这个球形关节就剥落了 那么我们先把它连接上啊 看看它这个设计 到底为什么要连接这个 兄弟们看好了 其实它是有做出一个 这个不就是联动吗 包括这边前后 但是就是掰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容易掉 你要一定要捏住这里 但不得不说 这个设计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但是这里这个活动范围 毕竟有限 所以说你看 它这个手想要大范围的活动 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你真正要实现 大范围活动 就要把这个给它拔掉 那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是一个 拘束器一样 本来是连接这里 就可以拘束住它的能量 现在我要真正发挥我的实力了 打开来 这个手想咋的就咋的 背部好眼 你看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手臂的活动性 绝对是没有毛病 我自己打自己 这个手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并且还能够往内折 那么手背上面的细节还可以 不过手掌中间就有比较多的空洞了 并且这个手指都是不可动的 有点可惜 腰部这边是没有活动性的 不过它这块因为变形关系 你看这一块的胸甲是可以拖开来的 并且兄弟们看了 它这里是一个透明部件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 那么你看你可以把它照在脸上 它本来已经戴上一个头盔了 现在又照住脸 然后顺带一提 你看这边的腹部也是非常漂亮 我感觉这个样子其实也不违和 第二种形态出现了 下半身方面 首先侧踢是有一点松的 随手兄弟们看一下 晃动一下 不过还好它整体重量不是很重 所以说站立是没啥毛病了 那么前踢你看角度是非常大的 后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侧踢大概70度 大腿位置大范围的旋转 然后膝盖位置也可以360度旋转 这边内侧有点小偷胶 但黑漆漆的还算行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360度的旋转 多处的旋转 然后膝盖弯曲的话90度 然后脚部你看是有30度的旋转的 然后前后也有一些这边三根脚趾 因为变形关系都是可以活动的 不错 至于垂地pose 由于它的手臂够长 所以说摆的还算是比较的好看 虽然说这款产品的腰部没有可动性 腿部有点松 但是大体可动的表现我算是满意的 最后武器方面 一个权杖 目前为止是分开来两节的 那么把它拼在一起的话 这个长度就达到了30公分 这个跟点赞的兄弟18岁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然后非常软的材质 上面是有一些细节 不过没有任何的涂装 安装的时候就是把它拆成两半之后 通过这边的虎口位置给它滑下去 下面这半节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把它中间给它结合住 这个样子长长的权杖双手握持的形式 就可以完成了 当然你把权杖分成两半 当作双手剑 拿在手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总之这一次这款堕落金刚的人形表现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了 变形第一步 我们先把背包的这个位置卡扣给它松脱 那小心点 这块其实是很容易掉下来 那掉下来的话 你就把它拔掉插拔变形也行 但是我尽量做到一体变形 就是把这边全部拔掉 那第二步就是把它这个头 给它收纳进这个胸口位置 这块刚才已经跟兄弟们演示过了 给它扣好 接下来把这边肩脚位置给它放进来 然后整个的肩膀位置给它挑上去 那么再把这里给它打上来 然后旋转一下 这里的凸起扣到这边的凹槽之中 用力的给它扣上就行了 接下来下半身 首先大腿右侧旋转90度 然后膝盖位置这边旋转180度 小腿肚这里再旋转180度 然后再把这边给它收纳下来 收纳下来 现在我们把裆部这里给它抠松 然后看一下这边凸起跟这里的凹槽 没有错 我发现变成这种畸形的太空飞船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列当或者做瑜伽姿势了 给它扣进去 然后你看这边的凸起 就跟这里的凹槽形成结合 然后背包位置这里的凸起 跟这边的凹槽形成结合 咱们利用这边的球形关节 给它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给它用力的扣好 最后再把刚才的权杖一分为二 然后你看这里的凸起 跟这边腿部上面的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给它扣进去 左右两边都扣上 那么这个样子呢 变二的L级 堕落金刚的载具形态 就已经变形 完成了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疑惑 你不要满头问号 它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 一个机型的外星飞船吧 反正也说不上来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武器给它扣上去 你看把这些武器呢 给它拔掉之后 我觉得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兄弟们你们觉得呢 然后这边底下呢 有一个凹洞啊 所以说MP官方专属的这个支架呢 当然是可以给它扣上去的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帅的外星的飞机啦 反正就是就是 还还还还行吧 细节方面 这边有一个橙色的透明部件 就相当于是驾驶舱啦 这个是刚才人形的肚子位置 刚才已经给兄弟们演示过了 那么这块呢 腹部跟胸部位置往上提一下 盖住脸部 其实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啦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玩法了 毕竟这个也没有什么起落架 或者是轮子之类的 它就是一个外星的畸形的一个飞船 哦对了 好像这个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形态 恒星收割塔 咱们来简单的演示一下吧 把这边给它扣松 这边卡扣也松脱一下 然后呢翻转一面 给它转成这一面 然后把这个腿部啊 给它翻折过来 这边再给它旋转180度 这里也是旋转180度 把这边的脚掌呢 继续给它撑开来 两边脚呢都一样的恢复到人形的状态啊 就这样子放在后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旋转一面 咱们再把这边背包位置这个东西呢 给它旋转一下 这边旋转一下 好 那这个就变完了 就是在那个金字塔上方 要摧毁太阳的那个恒星收割塔的一个形态就出现了 虽然说这个形态也是一个就是迷友们自发脑补出来的一个形态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黑乎乎的一片也挺有科幻感 挺有那么一个架势的 个人挺喜欢的 相信啊 肯定还会有别的迷友发挥出更多的一个形态 甚至什么蜘蛛形态啊 或者是什么手机支架的形态 这种四不像的东西呢 最容易发挥你的想象力了 总之这款产品我个人认为各方面的表现呢算是不错 虽然说载具形态是一个白送的 但是人形是真的帅呀 那么现在的价格有一些贵 如果降到了300以下 个人大力推荐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